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目是一个患有自闭症 喜欢装逼的孤儿 从小被预查表舒雅旺家收养 在舒雅旺用脸上画画 床上勾引 失真诱惑的方式的不断色油下 夏目沦陷了 我有你头了 你咋想懂 而雅旺的正牌男友 法令文与发际线齐飞的小天陆五参军 没有办法陪在女朋友身边 从此他戴上了荣誉的小女帽 雅旺毕业后来到建筑公司 刚上班就被霸道总裁曲伟然定上了 面对曲伟然明晃晃的职场性骚扰 雅旺贯彻了不拒绝不辞职 不掌心不报警的原则 一路走上了被强奸的道路 于是夏目开始为爱装品 看着车子装品 带着帽子装品 说话也很装品 带着帽子拿枪装品 最后碰 开枪打了曲伟然 还没打死 曲伟然的枪法明显比夏目好了不止一清半点 只实施了一次枪奸就一枪正中法新 夏目拉着怀孕的雅旺打了胎 然后自首进了监狱 这个时候小天不离不弃 回到了雅旺的身边 可是雅旺选择了夏目 并说会一直等他出狱 这是在告诉我们 爱你的人 要为你犯罪 为你杀人吗 我很难接受这种荼毒了上一代少女的小说 还能改编成电影荼毒下一代少女 对于这部电影 我只想说三观不正 这样的片子能过审 才是更值得我们吐槽的事情 雅旺遇到职场性骚扰 不报警不辞职 被威胁停工之后果断妥协 上了老司机的车 难不成老司机还能四处宣扬自己性骚扰 夏目被车撞 雅旺还是不报警 两个人连医院都不去 溜溜答答的回家包扎一下就完事了 雅旺被下了药 不求救 不教人 就自个儿往回走 就你这没法律意识 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的 不强奸你强奸谁 夏目听说雅旺被强奸 也不报警 非法持枪去报仇 开完枪还轻松加愉快的逃避了警察的追捕 被通缉后 还能持枪闯医院 就雅旺 陪打胎 去开房 想去哪就去哪 这是在嘲讽我天朝警务人员 还是在鼓励未成年人犯罪 不过想想 最后夏目的报仇 多半也是雅旺常年累月的色诱导致的 虽说规矩都是你们定的 毕竟你们有主角光环 但你能告诉我 鲍威尔和张瑶是干嘛的吗 两个毫无意义的人设 他们的出现只是为了告诉人们 一个祖传秃顶的青年男人 和一个生活在妆容之下的青年女人 只有在相互可怜的情况下 才配拥有爱情 这种毫无营养 内涵 满片都是bug的逻辑思维 简直搂到爆 三角链 强奸 打架都搂 枪击入狱 怀孕堕胎 电影没有一点点的主旋律 与正能量 这部烂片给零分都觉得高 他再次刷新了国产青春片的下线 想一想 当电底辣妹这种正能量青春片 饱受赞誉的时候 我们在干什么 还停留在怀孕堕胎后 坐火车走人的沉枝骂烂骨子上 恳求国产青春片导演 给我们的青春留点活口 别被外人看了 觉得这就是我们青春该有的样子 也希望广大少女们 远离这种宣传软性犯罪 和软性强奸的作品 免得受到荼毒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祝大家圣诞快乐哟 关注微信公众号杀死烂片 后台留言给我 快来找我玩吧 我们下期再见